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精挑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泰廷哲香槟家族的内部争议 这是一场关于五酒精气泡酒的激烈对立 荣誉主席皮埃尔艾曼纽泰廷哲坚定地反对这一概念 而他的侄子罗多夫则在寻求与摩埃香槟合作 推动五酒精饮品的发展 他们的分歧不仅挑战了家族的传统 也反映了当今消费者对健康和社交文化变化的反应 接下来我们将转向一个更轻松的主题 探讨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轻松准备传统的土耳其 塞浦露斯美食 这位美食作家分享了他从母亲那里学到的技巧 以及如何利用简单的食材和香料创造出 美味的家常菜让我们一起看看他的创新做法 最后我们将带您逃离城市 重温猫斯基山脉的魔力 这里曾是许多家庭的避世天堂 现在的贺伍德旅馆则结合了怀旧与现代的舒适 为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度假基地 无论是徒步旅行还是享受当地美食 这里都充满了惊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法国泰廷哲 Tatinger这个著名的香槟家族内部 正在围绕五酒精气泡酒的生产出现激烈的分歧 家族的荣誉主席皮埃尔 艾曼纽泰廷哲 Pierre Manuel Tatinger 坚决反对这一想法 他明确表示 酒就是酒 我们喝酒是因为我们不想喝五酒精的饮品 如果你不想祈祷就不要去教堂 这种保守的态度 在家族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因为他的侄子罗多夫·弗雷热鞍泰廷哲 Rodophie Fergian Tatinger 却在积极推动五酒精气泡酒的项目 罗多夫·弗雷热鞍泰廷哲 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计划 反而与竞争对手摩埃香槟 Mote and Shandone合作 为他的五酒精气泡酒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 摩埃亨利 Mote Hennessy 不仅拥有香槟品牌 克鲁克 Kroog和维夫克里克 Viuve Kikwit 还在法国Bloom 这个五酒精气泡酒品牌中 持有少数股份 该品牌由弗雷热鞍 泰廷哲经营 2021年 法国Bloom推出了一系列 使用霞多利 Chardonnay和黑比诺 Pinot Noir 酿造的五酒精气泡酒 宣称采用了前瞻性的酿酒 和去酒精化过程 这些五酒精饮品的价格不菲 从29欧元 约合24.15英镑起 最高可达109欧元 这是其中 2022年年份的特选酒 这些产品 已经进入了高端零售商 如福特南 Fortnam & Mason 和塞尔弗里奇 Selfridges的货架 尽管法国Bloom 与泰廷哲香槟 没有直接的业务联系 但弗雷热鞍泰廷哲 依然是泰廷哲家族的一员 他是创始人皮埃尔 泰廷哲的曾孙 也是皮埃尔 艾曼纽泰廷哲的侄子 在最近接受电讯报访问时 皮埃尔 艾曼纽再次重申了他的立场 强调泰廷哲香槟永远不会生产五酒精酒 他的评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尤其是在泰廷哲香槟 首次进军英国葡萄酒市场时 这种保守观点 更是引起了业界的广泛讨论 不过 摩埃亨利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肖 Philip Shouse则表示 该公司对法国Bloom的投资显示了 我们致力于为适度饮酒的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的五酒精选择 他强调 摩埃亨利的专业知识 加上法国Bloom团队的创新 将使他们能够塑造这一类别的未来 法国Bloom的一位发言人明确表示 该公司的承诺 仅限于在五酒精气泡酒领域的创新和质量 专注于在市场上建立独特的身份和优质产品 与泰亭哲香槟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弗雷热安泰亭哲并未因此而退缩 他与兄弟吉约姆 Giyom和理查德 Richard于2005年共同创立了另一个香槟品牌 弗雷热安兄弟Fairgy & Fairs 继续在香槟界闯荡 泰亭哲这个名字与香槟密切相关 但弗雷热安家族的历史根源 可以追溯到为拿破仑 波拿八级骑军对提供炮弹的制造商 这样的家族背景使得他们在饮品行业中 有着深厚的根基 但也正是这样的背景 使得家族内部对五酒精气泡酒的分歧 更加鲜明和尖锐 回到家庭生活中 每天晚上我都会问自己 今晚吃什么 即使身为一名美食作家 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我 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需要简单而高效的烹饪方法 我的家庭食谱主要借鉴了 我从小吃到大的土耳其 塞浦路斯菜肴 但这些菜肴通常需要花费不少心思和时间 当我有时间时 我喜欢制作像是多尔玛 Doma 这样的传统菜肴 这些卷起来的葡萄叶和甜充的蔬菜 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然而 忙碌的生活 让我不得不寻找更快捷的方法 来满足家人的需求 我妈妈在前20年的人生中 从未见过或听过的英国经典烹饪 清楚地反映了她自从搬到英国后 所吸收的多元饮食习惯 她将这些与她用来制作美味家庭菜肴的传统方法结合 成为了我们土耳其 塞浦路斯移民生活的一种致敬 我从妈妈那里学到了很多烹饪的技巧 她在厨房里总是那么放松和冷静 我还在努力学习这一点 并且随手利用身边的食材 小时候 我看到她一手操作缝纫机 一手准备晚餐 像专业人士一样多任务处理 无论是在家工作 还是在伦敦托特纳姆的哥哥的服装厂工作 她总是能确保每晚都有家庭晚餐 即使那是前一天的剩菜 冰箱里总会有几种关键食材 和新鲜香草 当然还有几块海盐奶酪 Holim 随时可以做成快速的小吃 我们会将意大利面直接放入酱汁中 而不是先煮熟 并用储藏室里的前谷物 香草和调味品制作汤和炖菜 这种烹饪风格不仅令人满足且富有创意 还能让你学会用少量食 才做出美味的菜肴 我学会了不浪费冰箱里的任何食材 并且批量烹饪 我总是用橄榄油炒蔬菜 沙拉酱汁从不会缺少优质的特级出榨橄榄油 我的冰箱里经常备有胡萝卜 芹菜和柠檬 还有香菜和香葱等香草 我的储藏室里永远不会缺少香料和调味品 比如铺比贝尔 阿勒普辣椒 这种辣椒比超市里的标准 辣椒偏更油 更酸 更果香 还有Tatli Biber Salkasi 这是一种用干红椒制成的浓稠土耳其红椒酱 像番茄酱一样使用 为了满足我对风味的渴望 我创造了更简单的快捷版本 或者对我最喜爱的家庭食谱进行了小改良 这样的创新让我能够在繁忙的生活中 依然享受到传统美食的滋味 并将这些美味的回忆传递给我的孩子们 从全球的美食分歧到家庭厨房的日常 我们再次回到另一段迷人的旅程 逃离城市的周末 重温猫斯基山脉的魔力 对于许多老派的纽约人来说 猫斯基山脉的夏天是一种成年礼 192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 纽约市的家庭会挤进Vista Cruiser 花上两小时的时间沿着纽约州的高速公路 前往那片树木繁茂的猫斯基山脉 这个地区被亲切地称为红菜汤代 曾经是宏伟度假村的故乡 家庭们在这里度过整个夏天 享受湖水游泳 舞池旋转 还有在熊熊篝火下仰望星空的乐趣 尽管红菜汤代度假村的全盛时期早已过去 但猫斯基的精神依然存在 我在猫斯基的夏天充满了漫长的森林徒步旅行 在游泳洞中冰冷的潜水 以及观赏雷震雨在山间滚滚而来的壮观景象 在我心目中的猫斯基 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 NY 是其核心 这里拥有悠闲的魅力 艺术的灵魂和山间的魔力 新开的赫伍德旅馆 The Herwooden 是一家时尚的精品酒店 邀请你回到那个简单的时代 同时提供现代度假所需的所有舒适设施 赫伍德旅馆 是一个怀旧与现代舒适相遇的地方 距离伍德斯托克 是中心仅有短短的步行距离 这家精品隐居地 汲取了猫斯基丰富的历史灵感 同时提供你所期望的 时尚现代酒店的所有奢华 四间客房各自向标志性的女性 音乐家致敬 将中世纪现代装饰 与俏皮的奇思庙响相融合 这里有为阿瑞莎 Aretha设计的Franklin Flat 为史蒂围 Steve设计的Nick Snook 为乔尼 Jonie设计的Mitchell Manor 以及我最喜欢的 为卡罗尔 Carol设计的King Sweet 这是对过去的致敬 让人想起家庭可能曾经围坐在老度假村的唱片机旁 但又融入了如Brooklinan产品和简约设计等现代元素 赫武德旅馆的户外空间同样诱人 对放着温馨的柴火 烟囱火坑和雪松热水浴缸 无论你是因为怀旧而来 还是因为新鲜感而来 赫武德旅馆都是你完美的基地 武德斯托克的周末应该从徒步旅行开始 这里的步道非常丰富 俯瞰山 Overlook Mountain 是小镇的守护者 拥有一条适度挑战的步道 奖励你的是哈德逊河谷的全景和一座曾经宏伟的酒店遗迹 如果你想要轻松一点的行程 前往卡特斯基瀑布 卡特斯基 Falls的徒步旅行是一条轻松的临间小道 通往一条瀑布般的山水 早晨徒步旅行后 前往菲尼基亚餐厅 Fenicia Diner 享用一顿丰盛的猫司机风格早餐 这家餐厅距离伍德斯托克不远 复古的风格让人想起旧时的路边餐厅 但却带有现代的农场到餐桌的理念 菲尼基亚餐厅已成为当地的最爱 提供用当地时才制作的经典餐厅菜肴 你可以品尝它们著名的早餐煎锅 松软的煎饼 或者是美味的超大三明治 还有一款波本咖啡鸡尾酒 味道也很惊艳 吃饱喝足后 回到伍德斯托克的主街Tinker Street 在猫司机的全盛时期 这条街以其充满活力的艺术家和音乐家而闻名 而这种精神至今依然活跃 你可以在这里漫游于古怪的商店 艺术画廊和庆祝伍德斯托克波西米亚传承的当地精品店 或者在Colony Woodstock停下来 在户外啤酒花园享用当地啤酒 并希望能听到当地乐队在主舞台上演出 夜幕降临时 你可以前往Middle享用美味的寿司 或者在Goodnight Woodstock品尝令人眼花缭乱的东南亚风味小盘菜 最后 回到赫伍德旅馆的雪松热水浴缸 手捧一杯美酒 仰望星空 享受这一切 像许多小镇一样 伍德斯托克也面临着生存的挣扎 街道的一侧是Station Bar & Curio 这是一家充满伍德斯托克多元历史的潜水酒吧 而另一侧则是一家Colcoran房地产办公室 老一辈的人们亲切地称自己为老家伙 他们聚集在Bread Alone烘焙房 享用可送 并抱怨城市人 将时尚的鸡尾酒文化带到了山中 我觉得这很有趣 因为我无法想象猫斯基的前农民会 对1960年代和70年代涌入的反文化人士感到太高兴 变化是无法否认的 但在赫伍德旅馆等地方 伍德斯托克的精神依然存在 怀旧的情怀融入每一个细节 证明了演变与坚持过去可以和谐共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太庭哲香槟家族 如今在无酒精气泡酒的各问题上出现了罕见的分歧 太庭哲香槟的荣誉主席 皮埃尔·艾曼纽·泰廷哲·Pierry Manuel Tietier 对无酒精气泡酒持强烈反对意见 并坚持认为真正的香槟 应该保留其传统特色 极含有酒精 然而 泰廷哲家族的后裔 罗多夫·弗雷热安·泰廷哲 Rodolfi Freire Gian Tietier 则持不同意见 他积极推进无酒精气泡酒的生产 并与竞争对手摩爱香槟 Mote & Shandone合作 为这一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摩爱亨利 Mote Hennessy在无酒精气泡 酒市场也有投资 拥有法国Bloom品牌的少数股份 该品牌由罗多夫 弗雷热安 泰廷哲 及其妻子马基 Maggie和法国模特康斯坦斯 亚布朗斯基 Constans Jablonski 于2021年创立 并使用香槟的主要葡萄品种 霞多利 Shardonnay和黑比诺 Pinot Noir 酿造无酒精气泡酒 这些饮品的价格 从29欧元到109欧元不等 已经在高端零售商 如福特南和塞尔弗里奇出售 尽管弗雷热安 泰廷哲强调 他的公司与泰廷哲香槟 没有任何业务联系 但他与泰廷哲家族的历史渊源 不可忽视 皮埃尔 艾曼纽 泰廷哲 在接受电讯报访问时重申 他绝对不会在家族的香槟品牌下 推出无酒精酒 他的言论 引发了一些争议 尤其是在泰廷哲香槟 扩展至英国葡萄酒 市场的背景下 这一举动 本身已经在香槟界 引起不小的波澜 泰廷哲香槟家族的内部分歧 反映了更广泛的市场趋势 越来越多的人 减少酒精涉入 这主要是出于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考量 摩埃亨利的首席执行官 菲利普 肖 菲利普 强调 该公司对法国Bloom的投资 显示了他们致力于为适度饮酒的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无酒精选择的承诺 摩埃亨利认为 结合其在葡萄酒和烈酒方面的专业知识 与法国Bloom的创新能力 将能够在无酒精气泡酒市场取得成功 这场泰廷哲家族内部的意见分歧 不仅体现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冲突 也反映了市场需求变化 对于传统酒类品牌的冲击 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寻求健康的代替选择 无酒精气泡酒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 仍然充满变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来讨论泰廷哲香槟家族 对于无酒精气泡酒的分歧 首先 我想说无酒精气泡酒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 它符合现代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全球每年约有300万人因酒精相关疾病死亡 这说明了酒精对健康的严重影响 所以推广无酒精酒类产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你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说的有道理 无酒精酒类产品确实有其市场需求 但我们不能忘记香槟的核心价值 香槟之所以被称为香槟 是因为它的传统制作工艺和独特风味 如果去掉酒精那还算是香槟吗 这就像是把沙士比亚的戏剧改成言情小说 还能叫沙士比亚吗 泰廷哲香槟家族的荣誉主席皮埃尔 爱曼扭 泰廷哲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他不想让这个百年品牌变成无酒精气泡酒的代名词 谢琪琪 你这么说好像有点过于保守了 香槟的核心价值不只是酒精含量 而是它的品质和工艺 无酒精气泡酒同样可以通过精细的酿造工艺 来保留香槟的风味 我们可以看看法国Bloom的例子 他们使用霞多利和黑比诺酿造无酒精气泡酒 并且采用了先进的去酒精化技术 这完全能保证产品的质量 不要忘了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创新 都是在挑战传统的基础上诞生的 比如牛顿受苹果启发 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楚天书 无酒精气泡酒当然有它的市场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传统品牌都应该跟风 香槟是一种文化象征 就像巴黎铁塔是法国的象征一样 你不能指望巴黎铁塔突然变成一个摩天轮 这样的改变会让人无法接受 我们也要考虑到品牌的历史传承和消费者的情感联系 就像拿破仑时代的炮弹制造商转型做香槟 也许这代人对无酒精气泡酒的兴趣只是一时的 传统的香槟工艺和风味才是永恒的魅力所在 谢奇奇 我明白你的担忧 但我们应该看看市场的趋势 根据Statist的数据 2020年全球无酒精饮品市场收入达到1125亿美元 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1482亿美元 这些数字表明了无酒精饮品市场的巨大潜力 泰廷哲家族如果能够推出无酒精气泡酒 将会开拓新的市场 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同时 这也不会影响他们传统香槟的销售 就像苹果公司 既有iPhone也有iPad 一样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 楚天书 你这个比喻很有创意 但我想提醒你 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成功 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典品牌 因为盲目追求潮流 而失去了原本的忠实消费者 就像可口可乐曾经推出的New Coke一样 结果遭到了市场的强烈反对 所以 泰廷哲香槟家族的决定应该慎重 毕竟品牌的核心价值和历史传承 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市场如何变化 真正的香槟爱好者总是会选择 纳瓶有着历史和文化沉淀的传统香槟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泰廷哲香槟家族的这段故事 简直是香槟界的家庭内战 家族荣誉主席皮埃尔 艾曼纽 泰廷哲坚持香槟应该是一种传统的 带有酒精的饮品 这让他像是一个固守传统的老将 他的坚持让人不禁联想到老派的教堂守护者 如果你不想祈祷 就不要去教堂 简直像是一场关于香槟的宗教论战 而他的侄子罗多夫 弗雷热安 泰廷哲则像是一个叛逆的年轻人 他不仅接受五酒精香槟的理念 还与摩埃香槟合作推出了五酒精气泡酒 这简直是把家庭的传统丢进了洗衣机里 然后按下了现代化按钮 摩埃亨利对五酒精饮品的投资也非常符合当下健康趋势的风潮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减少酒精摄入 五酒精饮品市场成为了一个新的战场 摩埃亨利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普 肖表示他们希望为适度饮酒的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选择 看起来好像是市场推动的决策 但更像是一场针对传统酒类市场的革命 所以这不仅是香槟家族内部的分歧 更是整个行业的转变 说到家庭传统 让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家庭的厨房 这次是土耳其塞浦路斯风味的家庭晚餐 这位美食作家在讲述他如何应对今晚吃什么的烦恼时 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对美食作家生活的幻想 原来即便是美食专家也会被这个问题困扰 他的食谱和烹饪技巧主要来自于他的妈妈 一个能一手操作缝纫机 一手准备晚餐的超级妈妈 这些家庭食谱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一种文化和家庭记忆的传承 这种简单却美味的烹饪方式 充分利用储藏室里的香料和随手可得的食材 让人感受到一种温馨的家庭氛围 从意大利面到汤和炖菜 再到用橄榄油炒蔬菜 这些看似简单的料理 其实都蕴含着丰富的家庭故事和文化传承 不仅如此 这种烹饪方式也教会我们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乐趣 并且不浪费任何食材 最后我们来到了猫丝鸡山脉 这里曾经是纽约市家庭夏天度假的天堂 从前的猫丝鸡山脉被称为红菜汤袋 是许多家庭整个夏天的避暑圣地 这里有湖水游泳 舞池旋转和篝火晚会 这些活动让人怀念那个简单的黄金时代 如今 虽然那段全盛时期已经过去 但猫司机的精神依然存在 贺武德旅馆便是这种精神的延续 这家时尚的精品酒店将怀旧与现代舒适相结合 四间客房各自向标志性的女性音乐家致敬 这不仅是一种对过去的致敬 更是一种重新定义乡村度假的方式 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受到过去的美好 同时也享受现代的便利 像是回到了那个简单悠闲的时代 无论是在户外啤酒花园享用当地啤酒 还是在雪松热水浴缸里仰望星空 这里都是一个完美的逃离城市的避风港 总结起来 这三个故事虽然分别讲述了香槟 家庭晚餐和度假的 但都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 在现代化和传统之间找到平衡 香槟家族的分歧 简易的家庭晚餐和怀旧的度假的 都在讲述着如何在保留传统的同时 适应现代生活的变化 这些故事既生动又幽默 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共鸣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明镜需要。 明镜需要。